這個是Chunky 它就說108元有重貨的 現在怎麼算好 再更新一下 之前不少朋友買 就是因為炒功課 看到Mong格就買了 Mong格的《日報報》交過季度報告 現在公開的資料就顯示了 截至3月底 他們持有阿里巴巴的ADS的股數 比起高峰的時候其實就減了一半 現在就持有大概30萬股阿里巴巴的ADS 股價就去到一百元留下左右 Alex 你怎麼分析阿里巴巴的前景 還有這個朋友108元有重貨的 你建議他應該處理 首先我也是貫徹我自己的態度 因為我不只上ET在這一邊 我自己的Youtube頻道 或者我上任何的台道裏面 我都是一個非常公開地反對阿里巴巴的一位 就是我們叫分析員 這個這樣的態度其實都比較少有 因為坊間大部分人對阿里巴巴 因為沿途是這樣下跌 人們覺得每下跌到一個低位都覺得好像很殘忍 在人性上又覺得跌了這麼多了 然後還看淡很容易反達被人罵 所以坊間的人都是以看忠聲或者是看好為主的 但是我又變了可能比較另類地 是畢野價格都看淡了 OK 所以其實也坦白說 野來不少人都不高興的 就是有時候被人罵這樣 OK 那我很記得這個 就是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之前 就是講多30秒 我記得我在我自己的頻道裏面 其實就是看阿里巴巴就被人罵了 那我記得被人罵得來 有人純粹有一個很霸道的那一方 就好像想一個理由撕死我這樣 那他講的那法就是說 人家亡格都買了 你有什麼資格去看淡 就是我見到有不少人是這樣說的 OK 所以不是說是想借機去說些什麼 但是問題就是說 那今天阿芒格這樣他在虧一半的情況之下 他會沽的這樣 那其實不知道大家又有什麼說的 OK 那我們又回答正題 其實阿里巴巴其實在中長期 我自己覺得在整體的業績裏面 那個憂慮仍然是相當的比較大 那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倒過來 投資者是真的看到阿里巴巴的話 其實你是要壓住到兩件事 這個第一 就是說在電商裏面那個紅海 他是有一條出路可以拉高回盈利 或者是特別是靜利潤率的那個問題 這個我們只是說 在阿里巴巴裡面其實很明顯的 你見到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想問一下大家 當你看好阿里巴巴的業務 也就是電商的業務的時候 那倒過來我想問一條問題 我知道上年第三季第四季 以至到到今年第一季 中國經濟都不樂觀的 OK 但是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在去年的最後兩個季度 經濟都不樂觀的情況之下 無論京東或者特別地拼多多的 第四季度的業績 為什麼人家電商的淨利用 都是完全沒有倒退 甚至是拼多多 是歷史上盈利最高的浪跌 盈利很諷刺的就是在去年第四季度出現 還是相反阿里巴巴的業績 無論第三季度或者第四季度 相對同比 它的淨利用率是斷橋式下跌的呢 這個 作為一個電商的cash cloud型的業務 那不是應該阿里巴巴巴是最cash cloud的嗎 那為什麼最cash cloud的那隻 那麼有趣 它的純利率是會下跌的 還是倒轉兩隻是小弟 就是小二和小三 還是倒轉它那個靜利率 就是持平或者上升 那麼有趣的呢 那我覺得這件事已經很值得去深究 阿里巴巴會發生什麼事 那就是進一步 就是很多人之前阿里巴巴是下跌的 不斷維護一個光澤 說三個字 因為不斷雲計算 雲計算 不斷重複雲計算 這三個字 那覺得它是中國的第一 或者市佔是第一 那樣 用來是維護那個股價 那但是呢我想再補充一件 就是說呢 中國的雲計算正常來說 是落後於美國 起碼四至五年的時間 那正常來說 那個基數是很低的嘛 那應該的增長量應該很高的 那為什麼人家這麼成熟的 美國現在最新一期 比如說是Amazon 或者是微軟 在這麼大的基數情況之下 它同比仍然可以增長40至50% 還是我們中國的低基數的中國情況之下 阿里巴巴它的最新一期的同比的增長 是近乎兩成 或者是少於20%的增長率的呢 OK 那當然了 那些人都說 因為我一次性沒有了大客 但是我也都可以反駁 就是說你沒有了一個大客 可不可以去反映你 將來是有機會沒有了第二個 第三個或者第四個呢 OK 那所以在這樣的去假設的情況之下 我會對阿里巴巴 就是我自己比較體淡的態度 第一是比較明確的 第二就是說如果它不出一份季度的業績 是讓我看到無論電商的淨利潤率 或者是那個雲計書有比較大的改善之前 那我也不會太改變體淡的看法的 那當然啦 就是體淡也不代表它再有股價再斷橋的 是所謂的風險 OK 因為畢竟就算怎樣體淡也好 那我也不會說為體淡的體淡 我覺得股價會再進一步跌一半跌到50元 那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只不過就是說 是應該這樣說 就是我仍然覺得它的上升空間 是相對比較乏力的 那最後補充一下 就是解釋了很多之後 朋友最關心的答案就是 那我10000元的泉袖一顆 那其實我會覺得10000元這樣的價位 那相對原價都不是差很遠的 那你只要是駁到 不需要阿里巴巴自己本身 我老實說它 你純粹駁到恒生指數 有一段比較大的反派 其實你也有機會可以脫身的 那當然啦 我聽到重貨這兩個字 其實是對於阿里巴巴 我還要表達我自己的想法 我是覺得很心寒的 如果這隻股販是重倉的話 那不如回頭試我選其他股票吧 好啊